供养我们常常说布施 布施的时候 以恭敬心去做 它就叫供养 恭敬心就是尊重的心 顺便举一个例子 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同修 学佛同修 包括红包 来送给师父 怎么说呢 师父给你结个圆 这样一只手拿着 习惯性的 真正皈依三宝的弟子 以后要供养三宝 这一点要了解一下 不叫结圆 叫供养 对佛对法对生 都是供养 结圆呢 去跟那些小狗小猫结圆 跟众生结圆 那是什么呢 有点轻慢的意思 有点随意的意思 对于三宝 我们自称地质 不能这么随意 我们有分别心 所以不要求一切平等 但是得从这里培养 尊重的态度 尊重三宝 供养的时候 态度 真诚 多少不是最重要的 这份尊重 是最重要的 不管是 钱也好 其他的物品也好 能拿得动的 带双手 我们现在这里不讲究 有些道场 比较讲究的 你这样随意 他不收你供养 他说你结圆 你自己 随便到哪里去结圆 他不需要你这个 你这样的态度 所以我们前面多次提到 在南传佛教国家 他们信众对比丘 那么尊重 所以他佛法 在民间影响 那么深远 你重视 他就兴旺 你轻慢 他就没落 他没落 你就跟着没落 什么意思 皮脂不纯 毛浆烟腹 你依赖的佛法都没落了 你学的佛法 还能好得了吗 所以佛法的兴旺 靠谁 靠我们这些 学习佛法的弟子 法不治兴 待人芳心 心与不心 与法无关 是因为我们需要法 我们需要这样 去滋养我们的慧命 因此 供养 培养的是尊重的态度 这一份尊重 就得一份大福报 十分尊重呢 虽然两个人同样的东西 拿出来 得到福报 不一样 什么缘故呢 那心态不一样 所以大家以后这一方面 要了解了 供养 不管是走到哪里 对三宝 都要真诚恭敬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三宝 都要真诚敬 不一样的 对三宝 都要真诚敬